利用手機APP程式大聲朗讀 因為螢幕很快就會關掉 所以要調整這個 從設定裡面進去調整 可以選那個30分鐘 從顯示 設定裡面進去找到那個顯示 顯示有自動調整亮度的 還有休眠的 桌布也可以換 休眠的 現在顯示的是一分鐘以後就會關掉 螢幕就會關閉 所以為了要螢幕錄影 要有文字在跑 螢幕錄影 錄那個念 念文章 要念久一點 所以要調整這個時間 按休眠 休眠進去選30分鐘 你看就顯示 閒置30分鐘後才會休眠 就是這個螢幕畫面才會按掉 還可以調整自行大小 還有螢幕保護程式 還可以調整自行大小 錄影要自要大一點 所以要調整這個自行大小 所以要調整這個自行大小 如果調自大一點 你看 調自大一點 可以看到那個自比較大 你看 眼睛比較不會受影響 不要不要那麼辛苦 還有顯示大小 顯示大小要調整 顯示的字是大的 你看 你看 字變這麼大 看起來眼睛才不會那麼吃力 當裝置 旋轉時 旋轉畫面內的 或者是保持直向畫面 兩種選擇 看是要旋轉畫面內的 還是要保持直向畫面 旋轉的時候 要旋轉畫面內的 現在在錄影的話 要保持直向畫面比較好 旋轉畫面 桌布是要用什麼東西 有谷果相簿的 也有圖片庫的 也有桌布 也有桌布布一樣的桌布 現在聽到的聲音是 易經 是閩南語 三教經典閩南語讀經 配合台南天據修局 所出版的三教經典閩南語讀送 錄音帶轉錄出來 四位聲音檔 配合紀事版的文字燃 加上螢幕錄影 編碼器 編碼器 可以去錄製出來 上傳YouTube 社會服務網路電視台 去找播放清單 找閩南語讀經 三教經典閩南語讀經 搜尋閩南語讀經 可以找得到 播放清單很多 很多部影片 可以聯繫播放的 調整顯示 要兩支手機互傳檔案 比如說傳那個 手機程式APP 形設APP 辨識植物的 可以考慮考慮 傳那個照片也可以 要打開藍雅 然後要知道它的編號 然後要配對 配對好以後去找 從圖庫找圖片 然後按分享 按那個藍雅 從藍雅去傳送這樣 按照中 按讚 按鈴 慢慢 contractor 按照 按照 按照